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登山步道在这个地方 那么是910公尺 森林运步道比较长 它是3公里 两条步道总共几公里几公尺 所以这个很明显的要用加法 所以可以把问题吗 我们可以把它想成是910公尺加上3公里是几公里几公尺呢 那以整体来讲的话呢 其实不太需要用到直视来帮我们做计算 因为3公里我们可以把它写在前面 而加上910公尺写在后面的时候 其实这题答案就已经出来了 所以是3公里910公尺 那有小朋友会说 那老师如果我又把它用直视算算看怎么写呢 好的 那因为这里有两个单位 所以呢 我们知道公里公尺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把它写在上方 那么910公尺在前面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它想成是0公里910公尺 那么加上3公里 那么3公里其实就是可以把它想成3公里0公尺 这时候把它加在一起之后 公尺的地方我们是910加上0 所以公尺的地方我们算算是910公尺 而算到公里的地方的时候呢 就0加3就是3公里 所以答案就是3公里910公尺 这两条步道总共是长3公里910公尺 这样子你会了吗 赏鸟步道和观景步道 两条步道总共几公里几公尺呢 好 我们先看到赏鸟步道在这边 是1公里950公尺 观景步道在这个地方是1公里100公尺 那两条步道要把它加在一起 好 我们首先想成1公里950公尺加上1公里100公尺 合起来是几公里几公尺呢 那么我们用直式来算算看 好的 那像这里有几公里几公尺 所以我们把公里公尺放在上面 而这里1公里950公尺写在这里 接下来1公里100公尺 我们把它加在一起 好 像这个地方很明显的 我们是不是公尺再加公尺 接下来才算公里加公里这个地方 所以950公尺加100公尺是1050公尺 那么公里这个地方 1公里加1公里就是什么 2公里 可是小朋友你们发现到 1050公尺是不是超过了1000公尺 记得超过1000公尺 我们换成1公里哦 所以把1000公尺拿来换成1公里 这里就剩下了50公尺 而公里这个地方会多了一个1公里 所以2加1就是3 所以是3公里50公尺 这两条步道总共是3公里50公尺长 这样子小朋友会算了吗 接着我们来看这个 刚先走完赏鸟步道 再走完登山步道 两条步道相差几公里几公尺 在这里很明显的 他问的是两条步道相差多少 所以应该是减拔 那我们看一下 赏鸟步道是1公里950公尺 登山步道是910公尺 所以在这里 我们发现赏鸟步道比较远长一点 所以把1公里950公尺去减掉910公尺 是剩下几公里几公尺呢 好 那以这里为例的话呢 如果我们没有想用指示 你们观察一下数字 发现到什么 950公尺是不是可以直接拿来减掉910公尺呢 可以的 所以这里其实就剩下40公尺 而1公里维持不变 所以是1公里40公尺 那如果我们用指示算算看的时候呢 我们来看一下 公里公尺放在上方 1公里950公尺去减掉 910公尺可以想成0公里就110公尺 然后减的符号写下来之后 我们先算公尺的地方 950减掉910是不是剩下40呢 好 那公里的地方1-0是不是剩下1呢 所以答案就是1公里40公尺 也就是这两条步道相差了1公里40公尺 这样子小朋友会算了吗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神木步道在哪里呢 神木步道和森林域步道 两条步道相差几公里几公尺 首先我们先找到神木步道是1公里420公尺 森林域步道是3公里哦 嗯 好 所以我们知道3公里比较长 所以3公里要放在前面哦 3公里去减掉1公里420公尺啊 是剩下几公里几公尺呢 按照我们刚刚所学的直视算法 我们把公里公尺放在上方 然后3公里就是3公里0公尺 而减掉了1公里420公尺之后 我们看看怎么做计算呢 接算公尺的地方 你有没有发现到0公尺并不能减掉420 所以我们想象一下 我们要把1公里拿1公里来换成1000公尺 所以这里的3公里就变成2公里了 那么拿了1公里换成1000公尺之后 是不是来做可以做比较了 也可以做加减了 好1000减掉420是多少 是不是580 所以在这里 你有没有发现到 回到了以前我们学过的加减法呢 好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算公里的地方2-1是不是剩下1 所以在这里就是1公里580公尺 小朋友在做完计算的时候 也可以稍微检验一下 怎么检验呢 如果你怕算错 你可以用加法来检验这一题 那也可以想想看 如果你算错的答案是2公里的580公尺 那么一定有问题 为什么 因为3公里减掉1公里多 怎么会算下2公里多呢 很明显就不对了 所以你要稍微检验一下哦 换你做做看 请小朋友算算看 在这个路线图 从天空之亭 经过库台 再到隐形屋 共是几公里几公尺呢 好首先我们先找到天空之亭在哪里啊 好在这个地方 经过库台 库台在哪边 在这里 哦经过了库台 所以他走了2公里380公尺 到隐形屋 好 你找到了隐形屋了吗 有的 在走784公尺就会来到了隐形屋 那么 所以蓝色路线就是我们等一下要计算的 共是几公里几公尺 因此 小朋友想到怎么算了吗 好 我们可以把两个长度加起来 所以直接如果用直式算法来算的话 2公里380公尺 加上784公尺 那么在这里784公尺 可以象成0公里784 这个公里的0的地方可以省略不用写了 你自己知道就好了 接下来我们开始计算 先算公尺的地方 来我们看一下几公尺呢 380公尺加上784公尺就是1064公尺 那么你有没有发现到超过1000了对不对 没关系 等一下记得要换单位哦 好 那我们先算再算公里 公里呢 是2公里 好 那我们看一下1064公尺可以换成什么呢 换成1公里64公尺 所以这里记64 那么接下来换成1公里 所以公里的地方要记成3 好 所以这一题的答案就是达3公里64公尺 这样子小朋友会了吗 从隐形屋到磨石 比从库台到天空之亭长几公尺 首先我们先找到隐形屋到磨石 所以你看到了它是3公里356公尺这么长 而库台到天空之亭我们看一下库台到天空之亭是2公里380公尺 那很明显的是隐形屋到磨石比较长 所以我们要用减法来做计算 3公里356公尺减掉2公里380公尺 到底怎么算呢 很明显的我们先算公尺的地方356减掉380不够减 这时候可以拿1公里来换成1000公尺再减 好 这时候呢 有两种想法 一个想法是1000先减掉380 是不是剩下620 再来加356就是多少 976 好 那当然还有另外一个想法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可以把1000先跟356先相加 相加完了之后呢 就是什么呢 1352去减掉了380再来减之后答案也是976 好 所以这个想法是可以的 接下来我们算公里的地方 公里是2减2就是0 所以0记下来灰阶的地方可以表示不用写的意思 所以答976公尺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公里和公尺的乘除计算 哥哥做体能训练跑操场6圈 那么操场1圈是400公尺 哥哥共跑了几公里几公尺 好 首先我们知道 哥哥跑了多远呢 是不是400乘以6 这个小朋友一定会算 是不是2400公尺 那么怎么换算成几公里几公尺呢 这时候你想法里面是出现了两个 一个是1公里是不是等于1000公尺 你可以想1000公尺是不是等于1公里呢 好 小朋友记得哦 这两个一定要牢牢记在心里面哦 好 这时候我们可以做换算了 2400公尺是几公里几公尺 在这个地方我们知道2400公尺是不是超过2000 所以是两公里又400公尺 这样的小朋友会了吗 接着我们看这一题 小君是一位运动选手 他每天跑3公里250公尺 7天共跑几公里几公尺 很明显的 这个是用乘法来做计算 好 我们把它想成 3公里250公尺乘以7是几公里几公尺呢 那么我们用直视算算看哦 好 3公里250公尺我们继承这个样子乘以7 好 接下来我们先算公尺的地方 公尺250乘以7是不是又回到了以前我们的乘法问题了呢 好的 我们先算出来是不是1750公尺 再来算公里的地方 7321所以是21公里 好 小朋友算完还没有结束哦 检查一下公尺的地方1750是不是超过1000了 所以我们要换成 1公里 又750公尺 所以这里要化掉 变成750公尺 然后21变成22公里 这样子 所以答案写成22公里 750公尺 像这样子 像这样子的话每个人跑了都一样长 所以我们要把7公里250公尺去除以5 可是呢7公里250公尺怎么除以5呢 所以我们必须把它换成7公里250公尺到底是几公尺呢 知道1公里是1000公尺 所以7公里250公尺就是7250公尺 划算成7250公尺之后 我们再来除以5 好 那么这时候你们想到是回到了除法的值式计算 我们在旁边计算7250除以5 我们先算千位 5一等5 所以剩下2个千不够 再跟两个百拿下来 所以是5四二十 二十个百 剩下两个百也不够了 所以我们再跟5个十拿下来 所以25个十 25个十去除以5可以 所以525 所以分到的结果就是5个十 那么各位0拿下来之后 我们记得0除以50 那么各位要补上0 所以这句答案就是1450公尺 但是小朋友不要忘记了 他问的是几公里几公尺 所以你还要再把1450公尺 换算成几公里几公尺 那我们知道1000公尺也是一公里 所以1450公尺就是一公里又450公尺 这样子你会算的吗 所以在算长度的这个除法的时候呢 我们也要连接到之前学过的除法的计算哦 换你做做看 想一想 妈妈的汽车一公升汽油可以行驶九公里 两百八十二公尺 六公升汽油可以行驶几公里几公尺呢 那么这一题很明显是用乘法是除法呢 用乘法答对了 所以我们知道 把九公里两百八十二公尺写下来之后 我们乘以6 好 接下来直视算法算也算 我们先算公尺的地方 两百八十二乘以6是多少呢 好 小朋友赶快算哦 是不是1692 那么再算公里的地方 九六五十四 是不是五十四公里 好 还没有结束哦 观察一下在公尺的地方 你会发现1692公尺超过1000了 所以我们把1000公尺拿去换成一公里 所以这里公尺的地方呢 就剩下692公尺 而54公里就会变成55公里 好 这样子你会算了吗 所以答案是55公里 692公尺 接着我们来看这一题 工人修筑一条长6公里5公尺的公路 一共花了5天的时间 平均一天修了几公里几公尺呢 好 在这里我们知道 一公里是不是1000公尺呢 因此在这边我们先把6公里5公尺除以5 好 先把6公里5公尺先换算成几公尺呢 是不是605公尺 接下来我们要除以5了 605公尺去除以5得到几公尺呢 这时候是不是又回到了四位数的除以位数的除法呢 好 在旁边计算看看之后 得到的结果就是1201公尺 那么1201公尺 我们再换算成几公里几公尺呢 这时候你就知道了 是不是一公里有201公尺 好 亲爱的小朋友 所以这个 这一题就是一天修筑一公里201公尺 这样你会算了吗 重点整理 我们知道在解决公里和公尺的负名数加减乘除问题的时候 要先观察题目问的是几公里几公尺 还是问几公尺哦 接下来公里公尺啊 加减乘的问题啊 我们可以列成负名数的直式计算 那么先算有几公尺 再算有几公里 而算的时候 如果合起来超过一千公尺的时候 要记得换成一公里 不够减的时候呢 可以拿一公里呢 换成一千公尺再来减 那么公里公尺除的问题也得要记得哦 先要将几公里几公尺换成多少公尺之后 再来除哦 好 我们的课就上到这里了 拜拜